哥哥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庆功宴上 妈妈将老鼠药下在了菜里 堵死了村里剩下的人 越过哥哥的尸体 他抬眼看向我藏身的衣柜 忘了 这里还有一只小老鼠 继续以来 我就发现妈妈和村里其他女人不一样 他被锁在土炕旁边 脚踝上拴着一条好粗的铁链 一栋叮当作响 那个房间没有窗户 没有光 墙上都是陈年的霉 妈妈披散着头发 垂头坐在一地昏沉的营里 不哭 不闹 也不说话 像是这个臣府房间里 一个无生命的摆件 为什么要锁着妈妈 有一天 我走进那个房间 鼓起勇气向爸爸抗议 爸爸一愣 旋即怒目圆瞪 陈晶晶 谁允许你进来的 给老子滚出去 奶奶闻声而来 拧着我的耳朵 把我揪了出去 死丫头 哪里有你说话的份 隔壁阿妈正坐在院里打扇子 见我被丢出来 笑容古怪 他神神秘秘地凑近 压低了声音 晶晶呀 你妈是个疯女人 你离他远点 不然你也要染上疯病 我捶着脑袋 不说话 不是的 妈妈才不是疯女人 村口的几个叔叔说 妈妈识字 是从外面来的 外面是哪里 我站在村里最高的地方眺望 只看得见很多的山 重重叠叠 起起伏伏 没有尽头 六岁那年 隔壁村办喜事 村里人几乎都去了 那天 我偷偷去看妈妈 她第一次对我说话 她抬头 脏污的长发下 露出双黑亮的眼睛 晶晶 你帮妈妈找钥匙好不好 我说 好 钥匙就藏在衣柜里 离他不过机米的距离 可他被锁着 拿不到 咔哒一声 那道生锈的锁摔在地上 妈妈亮亮呛呛起身 谢谢晶晶 那再陪妈妈玩游戏吧 我眼睛一亮 期待的问 什么游戏 她笑了笑 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我数十个数 你先藏起来 然后妈妈再去找你 好不好 那天 我在羊圈里 从天亮藏到天黑 满心期待的等妈妈找到我 我没能等到 夜里 村头突然燃起火把 我听见村民吵嚷的声音 臭娘们 居然还不老实 还敢跑 老子打断你的腿 我慌乱地跑到村口去看 正看见阴着脸的爸爸 妈妈被他拽着头发 拖麻袋似的被拖行着 他被抓住了 邻居阿妈的胖孙子 笑嘻嘻地往妈妈脸上吐口水 呸呸呸 疯女人被抓回来了 爸爸身侧 哥哥昂首挺胸地走着 像个得胜归来的将军 我听见几个村民嘀嘀咕咕 小雨这娃娃就是聪明 小小年纪 就会抓住自己妈 以后有大出息 她妈不愧是城里的女大学生 生的娃娃就是聪明 改天啊 也从外面买个女人回来 生聪明娃娃 被拖到家门口 奶奶拿着扫帚往她身上打 不老实 叫你不老实 今天我非揍死你 众人哄堂大笑 嬉笑声里 妈妈似乎很轻地抬了一下头 那个瞬间 我看见她的眼睛 黑沉的 像是翻着波澜的暗河 逃跑失败后 妈妈像是变了一个人 每次爸爸去看她 她不再沉默 反而笑隐隐地和她说话 爸爸被她哄得心花怒放 渐渐松了链子 她也像是忘记了 哥哥出卖她的事情 对哥哥温声细语的 哥哥越来越依赖她 甚至主动要她辅导作业 奶奶见她像是安分下来的样子 渐渐放下了一心 于是 妈妈可以自由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 那年 在妈妈的辅导下 我哥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也是村里有史以来唯一一个 妈妈脚踝上的链子 对完全取下 她像个寻常村妇一样 在厨房地里忙活着 村口的二流子 对爸爸挤眉弄眼 直夸她会训气 妈妈听见了 笑着硬喝了几声 她像是完全忘记 脚外上那圈深黑的家 孝敬奶奶 讨好爸爸 宁爱哥哥 给哥闭嘴碎阿妈家的胖孙子吃糖 对所有村民都好 唯独对我冷淡 她会和奶奶一起 爸骂我是赔钱货 说养我到18岁 就把我卖了给哥娶媳妇 妈妈第二次出逃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或许这个所有人 也包括她自己 高中开学 她送哥哥去县城上学 本来一切如常 妈妈却在校门口 见到哥哥的班主任时 失了态 那是个私人白净的男人 笔梁上架着金丝细矿眼镜 看人的时候 眼睛总是在笑 通声的气派 和县城中学格格不入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 这人是妈妈的男朋友 见到妈妈 男人也愣了下 像是不敢相认 直到哥哥进了教室 那个男人的目光 在我的脸上扫铃顺 落在妈妈脸上 许久才证然出声 小杨 妈妈被锁在炕上时没哭 逃走被抓回来时没哭 可是那个男人出生后 他却掉了眼泪 下一刻 他像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抬手抹了把脸 我男人打断他的话 去我办公室坐一下 我马上来 见妈妈还正正看他 他急轻地摸了一下妈妈的头 小杨乖 县城中学的办公室 几个老师合用一间 如今快到了上课的点 办公室里只有等待的妈妈 妈妈给了我五毛钱 让我去小卖部买糖吃 我没去 猫着腰从后门进了教室 躲在了地上的铁柜里 等待的间隙 沙发上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屏幕亮起 妈妈下意识看过去 下一刻 他愣住了 他盯着手机看了一会 然后若无其事地一开了眼睛 起伏的胸口 却昭示着他并不平静的心情 他起身 坐在了别的老师的座位上 过了几分钟 男人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我听见妈妈的声音 牙哥 惊喜中 带着几分惶恐 救救我 我被人拐卖了 透过窄窄的缝隙 我看见妈妈扑进那个男人怀里 手里紧紧抓住他的衬衫 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一声声哽咽着换 路牙 你带我走 你带我走 路牙抬手还住他的脖梗 柔身安抚 我却在那一瞬间 看清了他的表情 嘲讽的 不屑的 总之 可怜下二字沾不上扁 随意一瞥间 目光却突然凝在了我藏身的柜子上 我呼吸一致 下一刻 他若无其事地一开了视线 小杨不急 我在这里 他们别想再伤害你 不哭了 不哭了 牙哥救你 带你回家 他游刃有余地安抚着妈妈 并和妈妈约定 五天之后的凌晨 在村口 他带他走 妈妈崩溃着问他 为什么不现在就走 这里的人警惕性太高了 我需要准备几天 这几天 你什么都不要做 乖乖等我 好吗 他就这样轻声细语地 安抚好了妈妈的情绪 然后让他先回去 牙哥 妈妈走到办公室门口时 犹豫了一瞬 你真的会来接我走吗 路牙微笑着 当然 他亲自送妈妈出去 门被重重关上的声音响起 我浑身冷汗地爬出柜子 正欲逃走 却惊悚地发现 办公室的两道门 都被人从外面反锁了 几分钟后 熟悉的沉重的脚步声 剑刺响起 我慌乱地躲进 角落的那张办公桌底下 捂着嘴不敢出声 咔哒一声 要是插进锁孔的声音响起 门开了 那人首先走向了 我最初藏身的铁柜 我听见铁柜猛然开合的声音 然后是一声不耐烦的泽 那人在办公室环视了一圈 开始漫无目的地搜寻起来 皮鞋踩在水泥地板上 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不急不缓 如同猎人挑逗猎物 啪哒 啪哒 脚步声 在我藏身的办公桌前停了 找到你了 我浑身冒冷汗 呼吸都要停了 下一刻 冰冷的手只搭上我的脖梗 我拼命挣扎撕咬 还是被那人强行拎了出来 路牙 她满面笑容 对我的反抗不置可否 我认识你 你是小杨的孩子 你是陈雨的妹妹陈晶晶 对不对 顾不上她话音中的调侃 我疯了似的 抓到那只顾着我的手 放开我 你放开我 路牙的语调依旧温和 晶晶 你刚才听见了 我和你妈妈的对话 对不对 听见了又怎样 你 虚 她默然将食指比在唇前 好孩子 你躲在这里偷听 是因为不想失去妈妈吧 我隐约明白了她的意思 顺着她的话问 是又怎样 脖梗后的力道一松 我狼狈的摔在了地上 男人居高临下的看着我 却是笑了 你放心 老是不会让你失去妈妈的 我强装镇定 只是她的眼睛 我不信 你刚刚明明说要带妈妈走 你不可以带她走 不然我就没有妈妈了 你不能 路牙把断了我的话 信誓旦旦 她走不了 好孩子 她这辈子都会是你的妈妈 等待的几天里 妈妈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 借着给哥哥送课本的见戏 妈妈又和路牙见了几面 脸上渐渐的 也有了笑 我想起那场对话 却越发心神不明 很快 到了路牙和妈妈约定那晚 夜飞风高 我在后院的破窗下 蹲到了偷摸着溜出来的妈妈 妈妈像是没有想到 这里会有人守着 一时愣住 黑暗里 我们沉默地对视着 妈妈 我小声开口 打破了僵持 你不要去找她 妈妈冷笑 陈晶晶 你和你哥哥一样 都是天生的坏种 我知道 她说的是几年以前 哥哥向村民举报妈妈逃跑的事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拽住她的手腕 有些急 她是坏人 你逃不掉的 你不能跑 你如果再被抓回来 说不定 那个路牙已经暗中通知村民 等在村口 你一走过去 就会被抓住 他们肯定会把你锁回那间 没有阳光的黑屋子 晶晶 我今晚不准备去那里 惨白的月光照在我们身上 妈妈瞧着我 神情竟像有些温柔 晶晶 再帮妈妈一个忙好吗 什么 她笑了笑 回去好好睡一觉 不管听见什么声音 都不要出来 我说 好 进门的时候 我没忍住回望了一眼 妈妈去的方向 不是村口 是村委 那晚 在村口蹲守的路牙和壮丁们 并没有等到出逃的妈妈 但他们等来了一场大火 村委的鼓场着了 大堆的麦街干草 瞬间燃成一片 火光冲天 当村民们慌慌张张 从村头赶到村尾救火时 仓库里的粮食也被烧没了 愤怒的村民扑灭了火 找到了一具小孩的残骸 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 那晚 嘴碎的邻居阿妈发现 自家三代单传的胖孙子不见了 她听说消息急匆匆赶到火场 看到那具焦黑的尸体 只一眼就哭天腔地 孙孙 我的乖孙孙 在场的村民冷冷地看着她 阿妈家的胖孙子 是村里的小霸王 到处干坏事 三个月前 还和一群野孩子一起 点燃了村口的草垛 幸亏发现得早 及时扑灭了 所以这一次 他们认定了是小胖子放了火 阿妈哭晕了过去 愤怒的村民们终于想起 今晚本来要做的正事 路牙慌乱的辩解 我没有骗你们 我 我也不知道今晚是怎么回事 我给这一代孕了多少女人 我还能骗你们不成 是许阳 一定是她搞的鬼 于是 爸爸领着一群村民 杀气腾腾地往家赶 柴门被暴力破开 妈妈穿着睡裙 睡眼轻松地揉着眼睛 老公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 可叫我好等呢 爸爸神色缓和了些 却没说话 半晌 妈妈像是终于睡醒了 睁着眼睛愣愣地 环视着村民们 目光在扫过路牙时 陡然变成惶恐 老公 老公就往 他尖叫着扑向爸爸 浑身都在颤抖 他是坏人 我送小雨上学的时候 他还 还把我拉到办公室里 他说我生的孩子聪明 想把我掳走 只给他生孩子 妈妈哭得梨花带雨 手中紧紧抱紧了爸爸的腰 我和他说了的 我有老公儿子的 我不要和他走 路牙见识不好 慌乱的辩解 你们不要被这件人骗了 满嘴的谎话 你们 你们不信 可以问陈晶晶 当天 他也在办公室里 他妈妈说的每一句话 他都听见了 推嗓间 爸爸沉声开口 把人叫过来 问问就知道了 他才几岁 怎么会骗人 面对众人的目光 我颤抖着不敢说话 路牙不耐烦地出声 你看见了什么 老师说 我 我支支吾吾 我 我看见了 路牙冷笑 你们看 我就说 我看见路老师把妈妈推在门上 说他生的孩子聪明 让妈妈做他媳妇 话音刚落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一片死寂里 只听见妈妈隐忍的低气 他无力地倒在爸爸怀里 露出的半张脸上满是泪痕 宽松的睡裙勾勒出身形 好不可怜 还没等爸爸发怒 我看见一个村民 大步走到路牙面前 狠狠推了他一把 你小子胆子肥了 敢偷我扫扫 下一拳 砸在他脸上 细框眼镜被打落 路牙被打出了鼻血 狼狈地求饶 我下意识去看妈妈 女人泪痕交错的脸上 一双眼平静又清明 路牙挨了一顿好打 被村民扔出了村子 妈妈本分地过着日子 伺候婆婆 相夫教子 唯一变化的是 爸爸的弟弟来我家吃饭的次数多了 他叫陈妍 是那晚带头殴打路牙的人 按照辈分 我叫他一声叔叔 听说他的老婆 也是奶奶前不久 替他从外面买来的 只是那个女孩骨头硬 不肯低头 被他活活打死了 现在的他 刚丧气没多久 趁着爸爸在田间地头忙碌的空隙 叔叔总来我们家串门 他经常坐在我家前厅里 色迷迷地盯着妈妈干活 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一个月 他终于按捺不住本性 扫扫 歇一下吧 陈妍从身后搭上他的肩膀 另一只手在他腰侧群寻着 妈妈恼怒地瞪他一眼 小声呵斥 你干什么 动手动脚的 下一句 压得更低 还有人在呢 陈妍笑嘻嘻地收回手 一双眼睛还在上下扫动 妈妈抬眼看我 我失去地进了厨房 透过木门上的小洞 我看见陈妍猛地将妈妈推到了地上 他急不可耐地 撕扯着他身上的衣服 下一刻 被妈妈抓住了手腕 我是你扫扫 陈妍吃笑 那又怎么样 我哥的女人 我为什么不能玩玩 妈妈妈撒着她的手腕 我念过书 小得道理 有的是不能这么办 他顿了顿 柔声唤 阿言 陈妍被他哄得软下了态度 那你说 怎么办 妈妈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陈妍愣住了 目光有些怀疑 妈妈很轻地笑了一下 带着她的手腕 扶上了自己的腰 他们都说我生的娃娃聪明 你不想光明正大的要一个吗 那天 陈妍魂不守舍地走了 我从厨房里出来时 妈妈正盯着手上的红痕 不知道在想什么 妈妈 我很轻地唤了声 她突然回神 紧紧地抱住了我 后来的小半个月 陈妍一直没来找过妈妈 好几次 我看见她站得远远的 看着地里干活的妈妈发呆 妈妈无知无觉地 撩着病颠散落的头发 弯腰除草时 腰枝不经意勾出美好的弧度 再过了几天 爸爸上山砍柴 却一直都没有回来 村民们浩浩荡荡上山找人时 看到了刚下山的陈妍 你们在找谁 我哥 他诧异地瞪大了眼睛 他没回来吗 妈妈提着手电筒 跟在村民身后 抹着眼泪 陈妍慌了 嫂嫂别急 我这就跟他们一起去找 妈妈固执地 要和她一起上山 陈妍拗不过 只得带上她 山林中夜间物重 即使是手电筒 也只能照亮两三步路 大家分头去找 陈妍装模作样地 带着妈妈走到没人的地方 嫂嫂 这下总算行了吧 妈妈笑着拍开她的手 猴急 怎么解决的 陈妍不依不饶地摸上来 推下去了 那么高的牙 她活不了 妈妈笑了 迎合地贴上她的身体 手电筒落地 下一刻 妈妈的惊叫响起 啊 陈妍被吓了一跳 怎么了 妈妈捡起手电筒 抱着手臂蹲在地上 声音都染上哭腔 阿妍 前面好像有东西 你哥哥是不是 没摔死 挂在那里了 陈妍闻言 神色一愣 往前走了两步 妈妈哆嗦着 阿妍再往前一点 就在前面那棵树上 陈妍皱着没迈开脚步 妈妈猛地起身 从她背后一推 男人连声音都来不及发出来 就掉进了万丈深涯 丈夫和小叔子 接连失踪以后 妈妈闭门不出 奶奶一病不起 更苍老了 好在第三天 村民从河里 找到了昏迷不醒的爸爸 她侥幸保下一条命 却磕到了脑袋 成傻子 好在虽然傻了 一身力气还在 家里几亩田 还能照常种 妈妈在她脚上 拴了根铁链子 把她牵到地里干活 我觉得那铁链有些眼熟 盯着仔细看了半天 才反应过来 这是当初 拴在妈妈脚腕上那根 奶奶一开始 看见妈妈像是牵住声一样 牵着爸爸 左手还拿着竹条抽她 气得坐在门前嚎啕大哭 指着妈妈的鼻子 骂她是毒妇 而啊 我苦命的 我老太婆一辈子既得行善 怎么就娶了这个毒妇 老天爷呀 你睁开眼看看 家门不信啊 邻里的村民听见动静 纷纷围上来看 于是 妈妈解开铁链上的锁 街坊邻里 众目睽睽之下 奶奶被她的亲儿子 发疯似的毒打了一顿 她断了几根老骨头 瘸了腿 不说话了 又过了两个月 哥哥放暑假 我和妈妈去县城中学里接她 在教室外等待的时候 又遇见了她的班主任路雅 她看见妈妈 再也维持不住温温尔雅的皮 神情在一瞬间就阴冷下来 许杨 你好得很 路雅哥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路雅冷笑 别忘了 你儿子还在我手里 妈妈慢慢吞吞地想了想 哦 我原来还有个儿子啊 她笑了笑 欲不拙 不成气 小雨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您随意 路老师 奶奶一见到哥哥 嚎啕着将人搂进怀里 嘴脸啊肉啊叫着 小雨 你走了 没人给我这把老骨头撑腰 你妈就欺负我呀 哥哥被她闹了一痛 有些没缓过神来 妈妈并不辩解 只是蹲在她面前 摇起她的裤管 细细地往她小腿上抹去温药 她淡淡地笑 刚刚就见你一直抓裤子 这夏天的花蚊子可毒得很呢 怎么样 现在好些了吗 哥哥有些别扭地一开眼睛 轻咳了声 好多了 奶奶年纪大了 腰腿上的伤一直没好 村医水平不高 看不出什么 只是开了几副膏药 让她先贴着 奶奶好几次提出 想去县城里的医院看看 被妈妈笑着玩去 妈 县城里的医院要跪 咱们小雨还要念书 能省则省呀 奶奶于是不再提 只是身上的病拖着 越来越严重 终于有一天 她站不起来了 她哭着妈妈妈是蛇蟹转世 专门祸害他们一家人 扫把星 滚出我们家 你不要祸害我们 妈妈听着她的话 笑得眉眼弯弯 妈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 我可是你亲自挑回来的媳妇啊 你这样说 多让我这个做媳妇的寒心 奶奶颤着手指着妈妈 却说不出一句话 小雨可是咱们村的金凤凰 你想想 难道不是我的功劳吗 奶奶眼睛一瞪 胡说八道 那是咱们老陈家的基因好 小雨随她爸爸 你看陈晶晶就随了你 蠢笨 连小学都只读到三年级 我在一旁掰玉米 听到这话 正了正 不是的 小学的时候 我的成绩比哥哥好很多 只是他们说 女孩子读什么书 反正早晚要嫁人 不如把钱攒着给哥哥读 妈妈魂不在意 是啊 小雨可是山沟里 飞出来的金凤凰 她笑着低语 真了不起啊 金凤凰 奶奶瘫痪后 卧床不起 由妈妈一手照顾 天气渐渐炎热 再加上酒卧 奶奶背后长满了肉疮 皮肉溃烂流浓 争吟可不 她求妈妈帮她擦身翻身 妈妈说要给哥哥 做饭山峰辅导学习 总之 就是没空 天台笑得一脸无辜 妈 重点大学可不好考 我要尝尝看着呢 但妈妈每天 亲手给奶奶送饭 可她手抖 经常一不小心 就把碗里的稀饭 撒在奶奶的被子上 不好意思啊妈 当初手被你们打折了 骨伤一直没好 端不稳东西啊 奶奶喉咙里 发出咕咕咕咕的骂声 妈妈依旧笑着 第二天 碗里连稀饭都没有了 只有几片烂菜叶子 夏天里火气大 妈 降降火 你不吃 没事 那我明天拿给你儿子吃 奶奶气得发抖 再骂不出一句话 从此 整个家里 再也没有人敢对妈妈支持点点 隔壁的阿妈 自从孙子死后 精神就不正常了 但她没有忘记嘴碎的本能 坐在门槛上 和每一个路过的人 讲妈妈是个扫把刑 婆婆瘫痪 老公痴呆 小叔子失踪 她就是莱克劳成家的 阿妈念念叨叨 话音一转 带上哭腔 汇气还传到我们隔壁来了 我命苦的孙孙哟 以着矮墙 妈妈笑颖的看着 入夜 路上再没有什么人 阿妈还是自顾自的念叨着 妈妈蹲在她面前 有些困倦的打了个哈欠 你有一点说对了 我也等阿妈回神 妈妈微笑着 火是我放的 你的乖孙 是我烧死的 阿妈愣了很久 喉咙里发出一声不思人的尖叫 妈妈灵巧的避开了扑过来的阿妈 一脚把她踹倒 我刚被拐过来的时候 你说最近的日头毒 把她绑在村口的柱子上晒 等她被晒得受不了 自然就乖了 话里的内容那么残忍 可妈妈的表情依旧平静 你记得吗 后来我被绑在村口暴晒 也看见我奄奄一息的喘气 往我脸上吐口水 你问我老师没有 不听话的女人 就应该这样诚挚 妈妈像是在回忆什么 你们笑得真开心啊 她居高临下的望着阿妈 也笑了 你那个小孙子 和你一样喜欢吐口水 所以她被困在火里的时候 我笑得比你们每一个人都开心 阿妈干枯的唇颤了颤 后仰倒在地上 在醒来时 她彻底疯了 冯仁就叙叙叨叨的讲起她的往事 怎么教训那些被拐卖的女人 逃跑的女人 她坐在门槛上 嘴里还在嘀咕 保准服服贴贴的 哥哥开学生高三 整个夏天 妈妈对哥哥嘘寒问暖 无微不至 深更半夜 总看见她便招法给哥哥炖补汤 哥哥脾气暴躁 做不出题 就把桌子上的东西摔砸一孔 满地碎瓷 妈妈好脾气的俯身给她收拾 哥哥仍不满足 时常 她质问妈妈 你为什么要把我生在农村 为什么我的同学都在县城 他们可以穿球鞋 用最新款手机 有零花钱 为什么别人活得那么容易 只有我活得这么难 我在门外沉默地听着 不 哥哥 你活得已经不难了 全家托举你 一路顺利地念到高三 而我 甚至没有继续读书的机会 就去帮大人放羊喂猪 都说等到我18岁 就把我卖掉 换钱给你娶媳妇 他们叫你金凤凰 他们叫我赔钱货 父亲的支持 奶奶的偏心 所有人对你寄予厚望 你拥有我所羡慕的一切 哥哥 已经这样了 你还不知足吗 妈妈也沉默着 哥哥红着眼 崩溃地问出最后一句话 为什么我的妈妈是你 妈妈收拾满地狼藉的动作一顿 他终于说话了 很轻 像是叹息 我也想知道 为什么我会是你的妈妈 哥哥摔门而出 半夜 他醉醺醺地打电话 叫我去村口接他 我犹豫半晌 他加重话音 我醉了 扶一下我怎么了 村里的夜很黑 我提着大手电筒照明 走到村口 却没看见哥哥 就在此时 有人从身后狠狠抱住了我的腰 我吓得尖叫 被人从身后捂住了嘴 再叫 割了你的舌头 那话音透着冷 有几分熟悉 是路牙 他将我身上摸了个遍 最后不耐地择了声 瘦得和干柴似的 和你妈一样地赔钱货 我猛然睁大了眼睛 就在此时 我看见远处的土路上 隐隐出现了光亮 我呜呜地挣扎 却听见路牙不屑地吃笑了声 你以为他们能就得了你 光亮越来越近 是村里寻夜的村民 叔 救 救我 为首那个见路牙顾着我 有些讶异 你们这是做什么呢 他哥把他卖了 我带人走 路牙从夹克口袋里摸出烟盒 哦 那几个村民了然地点点头 看向我的目光没有什么温度 早点卖了好 越早越好生养 直信地神情 哼笑 死丫头 落到我手里了吧 你竟然是和你妈一伙的 她冷冷地捏着我的下巴 想不到啊 还是个恩将仇报的小白眼狼 如今落在我手里 该叫你吃吃苦头 我咬着牙 趁她注意力放松 一脚往她下肤处踢 路牙捏着我后颈的手 骤然松了 在她爆发出痛觉之前 我翻身跳进农田里 八月 麦子熟了 夜色笼罩下 起腰的小麦是最好的演示 我努力猫着腰 往麦田深处藏 深深浅浅的脚步声远去 我才松了口气 却仍旧抱着息 不敢回家 我怕哥哥再卖我一次 不知道过了多久 麦浪风声里 我听见了妈妈的声音 惊惊 我知道的 如果有一个人会来救我 那个人只可能是妈妈 我猛然起身 就见妈妈提着手电筒 孤零零地站在田梗上 妈妈 我六神无主地还住她的脖梗 妈妈 妈妈 惊惊 别怕 她这样说着 却浑身都在颤抖 妈妈在这里 别怕呀 妈妈带你走 夹鞭的泪珠落在我脸上 冰冷的 破碎的 见我回来了 村民们对这件事心照不宣 绝口不提 甚至在田梗上见到我 还会亲热的喊我晶晶 我学着他们的样子 假笑逢迎 就连把我卖掉的哥哥 也在皱眉之后恢复平静 回来了 陈晶晶 他心不在焉地招呼着 我看着他 很想问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却一眼看见了 破旧书桌上的新手机 哥哥脚上的新球鞋 于是画到嘴边 变成了 哥 你到底是怎么看我的 哥哥头也不抬 你想听实话 我想听 他吃笑 我小时候 爸告诉我 你说我以后卖掉换媳妇的 所以我想着 反正你也该被卖的 我想什么时候卖 都可以 他摆弄着自己的新手机 语气轻描淡写 我猴头有些梗 只是这样吗 不然呢 他将我赶出房间 动作很不耐烦 我对着那扇紧闭的木门发乐 过了半场 身后传来妈妈的声音 惊惊 我失魂落魄地回头 看见他手中的汤碗 他一只手摸了摸我的头 像是无言的安慰 然后准备推门进去 给哥哥送汤 我巧声喊 妈妈 他没有回头 高考倒计时 很快就走到了一个月 妈妈不放心哥哥 怕他临阵掉链子 在学校外租了的单间 每天送饭陪读 于是家里 只剩下我一个人 自从上次被路牙绑架后 我的安全感极低 妈妈一走 家里只剩下痴呆的爸爸 和瘫痪的奶奶 我用铁锹紧拴着门 猫在妈妈的房间里睡觉 没过几天 我发现抗边的土墙上 有一些像是指甲扣出来的划痕 我仔细地去摸 发现的是几个字 许阳 不要被驯化 要勇敢 下面 秘密妈妈刻着很多正字 像是今年久远的隐忍不发 我安静地想着 突然想起那碗卖地里 妈妈那一句 我带你走 你想要什么呢 妈妈 下一刻 风不知从何处吹落一张草纸 字迹秘密妈妈 上面写了全村的名字 而被他划掉名字的人 已经死了 高考结束 哥哥觉得自己发挥得很好 全村喜气洋洋 提前准备起了庆功宴 出城镜那天 如所有人所愿 哥哥考了个不错的分数 男人们敲锣打鼓 女人们在后厨热火朝天的忙碌着 我被妈妈叫去县城里拿快递 回来的时候 喧天的锣鼓声停了 整个村子都寂静了 我心中猜到了什么 却还是不要命的往家的方向跑 背盘倾覆 村民们东倒西歪躺了一地 捂着肚子哀哀叫唤 目光却不约而同 死死盯着一个方向 我顺着看去 看见了妈妈 妈妈身上穿着件旧旧的白裙 有种过期的洋气 察觉到我的目光 她浅笑着开口 妈妈被拐来的时候 身上穿的就是这条裙子 晶晶一晃十八年 裙脚都泛黄了 索性还能穿上啊 哥哥心红着眼 不甘心地质问她 你这个 毒妇 我马上 马上就可以走出去了 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未来 她在哭 妈妈却笑起来 我被拐到这个村子的时候 也是十八岁 你们把我拐到这个村子里来的 她顿了顿 我要马上就要逃走了 也是你把我抓回来的 陈宇 我为什么要可怜你 妈妈四笑四叹 你们可从来没有可怜过我呀 我完全呆住了 妈妈扫过那些怨毒的脸 冷冷地做了最后的宣判 你们都该死 眼见着妈妈白裙飘飘 提着刀向我走来 我转身就跑 妈妈不紧不慢地跟在我身后 我藏身的柜门前 她滴滴地笑了声 我想用老鼠腰 堵死所有的老鼠 让他们穿长烂肚 她阴转轻 你是晶晶 我认定的女儿 随我 才不是什么阴沟里的老鼠 她打开了柜门 只是我的眼睛 我将你交得很好 你有权利恨我 我望着她红着的眼眶 轻声开口 我不恨你 妈妈 我不恨你 我们血脉相连 心意相通 是世间最坚固的同盟 我继承你的意志 我会为你做任何事 她说 好 妈妈伸开手 将我抱在怀里 妈妈会带你走 我紧紧地回抱着她 滴滴恩了声 谢谢 妈妈 下一刻 我猛然伸手 往她后颈一敲 她猝然倒下 有远极近 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两个白发苍脸的老人 被保镖簇拥着 进入的低矮声围房间 见到昏倒在我怀中的妈妈 潸然泪下 我哑声道 你们来了 小半个月前 我在县城遇见了他们 他们看见这张脸的第一面 就磨不开眼睛 抽血化验后 终于确定了 他们要找自己丢失18年的女儿 我的妈妈 只是我知道妈妈的计划 为了这一刻 她已经等了很多年 于是我和他们约定 会看住妈妈 然后把人好好地交给他们 我有两个要求 第一 让她忘记这些记忆 带她走得远远的 第二 无论如何 木牙和她身后的势力 必须被绳之以法 他们答应了 我抬眼 无声地和他们对峙着 老人朝我点头 我们报了警 刚刚传来消息 那个拐卖团伙 已经落网了 我无言地将妈妈交给他们 再见 妈妈 我在心中小声重复 再见 忘了这一切吧 好好生活 不要再回来 妈妈人生中 第一个十八年 花团紧簇 幸福美满 第二个十八年 如坠深渊 却不堕其心 今年她三十六岁 她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 老人深深看了我一眼 警察在山下 我恍若不觉 很轻地笑了一下 剩下的交给我 这个案子需要一个人证 烈焰冲天而起 我想起村里 被称作赔钱或买卖的女孩 想起那些不愿屈服 而被折磨至死的女人 我想起 可以被随意调笑的侮辱和伤害 我想起妈妈 她的妈妈为她取名羊 希望她的人生宽广明亮时 一定没有想到 自己女儿的命运会那么坎坷 那么难 火光泯灭 并在我的眼瞳中 像是能把世间的污秽焚烧殆尽 我很轻地合了一顺眼 小杨 往事不值一提 往前走 别回头 以上 是我亲眼所见的 所做的一切 讯问室里 我抬起眼睛 看向对面的警察 图村案震惊当地 严令彻查 数十个拐卖团伙 被连根拔起 那些不被看见的苦难 重见天日 我出狱那天 是个难得的晴天 烈阳高照 你紧拍拍我的肩膀 姑娘 忘了过往 好好生活吧 我笑着应声 谢谢姐 我晓得 生活的道理 很久以前 已经有人教过我 不要被训话 要勇敢 在那之后 我孤身一人 去了很多的地方 最后选择了南下进场打工 拿着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资 孤家寡人 无牵无挂 倒也算潇洒自由 有一天 厂里临时放了半天假 我在隔壁中学的小卖部 买了五毛钱两包的跳跳糖 还在口腔中剧烈跳动 味道甜蜜而怪异 我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 不然 我为什么会看见妈妈 午夜梦回时 无数次描摹过的温柔美眼 如今近在眼前 她手边牵了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子 正低头听她说话 午后的阳光照在她们身上 灿烂 盛大 寻常 却刺得我睁不开眼睛 真好 她有了新的生活 有了干干净净的 新的女儿 那才是真正的爱的吉经 她一定很爱她 真好 可是脚下却像是生了根 再挪不动一步 我不知所措的站在原地 压低了茂盐 低着头 像个格格不入的怪人 擦肩过的瞬间 她的长发扫过我的脸颊 柔暖的花香掠过鼻尖 前程故梦一样的气息 我还是没忍住 掉了一滴眼泪 身后 却传来一声迟疑的 惊惊 全文完